芳芳和杨阳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 他们两个人是一见钟情 于是在放学的时候 就像彼此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就这样他们两个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随着大学即将毕业 于是他们两个就商量着 把双方父母约出来见面 当芳芳父母见面的时候 杨阳的父母非常反对他们在一起 因为芳芳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 她的父母认为芳芳配不上他们家 可就在这时 杨阳就和她的父母说 如果他们不同意 那她这辈子都不会娶别的女人 她父母一听就害怕了 于是就同意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芳芳原本觉得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可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当她的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她的公公婆婆总是会把她像保姆一样 使唤来使唤去 甚至有的时候都把她当作透明人 好在她的丈夫对她非常的好 每天下班回到家都会帮她分担一些家务活 知道她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儿子简直就是一个欺管言 哪有男人干这种活 然后她的父母就会拉拢着她的儿子 并告诉她以后下班回到家 该干嘛干嘛 不要总是去做一些家务活 你难道连男人的一点尊严都不要了吗 当她听到婆婆这样说的时候并不在意 因为毕竟那个人是自己的老公 她仔细想了想 自己的丈夫每天工作回到家 还要帮自己干活 所以当天晚上 她就和她的丈夫说 以后下班回到家就不用帮我干活了 你就坐在客厅里看看电视就行了 她老公听她这样说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妻子真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 就这样 他们两个人生活得非常幸福 终于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 芳芳怀孕了 这让她的老公感到非常的开心 自己可以当父亲了 渐渐的十多月过去了 芳芳为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 当她老公看到是闺女的时候 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都说女儿是爸爸的情人 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说 如果今后生了一个女儿 就把钱全部花在女儿身上 把她打扮得像一个公主一样 可她的婆婆和公公不开心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老年人都有做男性女的事项 所以她的公婆转身就离开了 当芳芳生了孩子 在医院观察了三天之后 就回家了 可是她的母亲 在芳芳坐月子期间 根本就没有去照料她 并且还称自己因为身体不适 所以没办法照料自己的媳妇 这让芳芳觉得没什么 毕竟没生孩子之前 她的婆婆对她也不怎么好 这次生了孩子还是女儿 那她的婆婆对她肯定还是不好 就在芳芳坐月子的时候 她的婆婆竟然做了一件事情 让芳芳感到非常的生气 她竟然偷偷的把她和她丈夫的财产 全部都移到了她儿子的名下 并且还告诉她的儿子说 男人一定要掌权 这样才能显示出 你在家中的地位 没办法 在芳芳出月子的时候 就拉着丈夫去了银行 把财产全部过户到自己名下 并且还买了一栋房子 在孩子不到一周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就搬了出去 这样芳芳就不用整天 看着婆婆的脸色过日子了 可就在他们搬出去的时候 她的婆婆还会三番两次的 来到他们家中 并且还会给他们做饭 洗衣服打扫卫生等生 对芳芳非常的好 并且来的时候 每天都不会在这里过夜 不管芳芳怎么挽留他们 他们都会说 家里还有事情 不能在这过月 这让芳芳觉得 还是现在的这种生活好 虽然他们不住在一起 没有争吵 但只要他们彼此都过得相安无事 所以当你的婚姻和爱情 出现问题的时候 不要急着选择离婚或者结束 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请内心强大一些